我们谈一下这个飞盘 一般来讲 这个狗狗玩球的机率 通常比飞盘大 因为飞盘毕竟不像球一样 所以说很多的飞盘狗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是要花一点头脑的 你要刚开始的话 绝对不是说飞盘拿来 就出去它就捡回来 可能都要慢慢地跟它 跟它斗 跟它玩 跟它斗 跟它玩 让它产生兴趣 产生兴趣 一个过程一个过程 让它对这个飞盘产生兴趣之后 才有可能会飞盘捡回来之类的 像这个飞盘的话 有时候它咬的 它有可能不咬回来给你 所以说 还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准备两个飞盘 当它一个飞盘 咬到的时候 它可能不进得给你 但是你拿另外一个飞盘来引它 它可能 它可能就过来了 咬到 它可能会被它强盘 它可能不进得 它可能不进去 它可能不可以 它有像死亡 它可能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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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 吹 咻咻 抓 那边来 来 那边 介绍一下 虽然有很多人说 玩飞盘狗 是任何一种狗种都可以玩 但是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是觉得说 这个狗本身 狗种是 应该是 选择性应该是 都可以 但是最主要还是它弹性 弹跳的体能 弹跳的这些程度 一定要特别好 尤其是现在有一种狗叫做 边境牧羊犬 这种犬是 人家玩飞盘犬的成绩最好的 那再 再来另外一部分 再来讲飞盘 像狗狗 有很多狗狗 它不见得 一开始就适合玩飞盘 然后 而且飞盘有很多的 像这种 有一种这种硬的 这种硬的塑胶 硬的塑胶 有的狗狗根本 连理都不理的 但是 如果你今天用一个 是一个比较可爱的 这种软的 像这种猫隆隆的 这种东西 它可能就愿意玩了 那因为 它愿意玩之后 就可以从这种飞盘开始 然后让它对飞盘产生兴趣 所以说 像我这边 我有很多种不同的飞盘 其实 都在适应各种不同狗 并不是 每一个飞盘 每一只狗都喜欢 像这种 它可能就很喜欢 那像有一些硬的 它就可能不见得喜欢 但是 硬的又适合 适合别的狗它喜欢的 那再来一头话 我们谈到飞盘这部分 你刚开始的话 当然没有办法 你想像说 你在那边看人家表演的时候 飞盘抛的很远 然后狗狗接回来 不可能 那不可能是一次能做到的 你要飞盘慢慢的 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你要拿飞盘去逗它 拿飞盘跟它玩 甚至于 你把饰料放在飞盘上 给它吃 好 让它对飞盘产生兴趣 然后 等它产生兴趣的时候 你常常用盾盘 跟它耍 跟它斗 跟它玩 然后刚开始的话 你飞盘 要只能用一种短距离的 你这个短距离的短抛 然后 慢慢的它习惯了短抛之后 你要中抛 中抛习惯之后才长抛 这是一个程序 一个程序的 这样子才能达到 那些很好的效果 这部分可以训练的 狗狗定点在空中接 你可以有拉一个距离之后 然后抛给它 好 接 好 好棒 来 好 这个可以训练它 在空中接飞盘 定点空中接飞盘 好快 好快 我不会训练 好快 快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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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